新城鄉各界29號也舉行了 112年度的模範父親及校替楷模表揚活動 山長和立台親自頒發獎牌禮金等 主辦單位特別安排家屬上台和受獎模範爸爸合一 場面微信感人 新城鄉公所729號在回蘭灣餐廳 辦理120年度模範父親 民族民族模範父親校替楷模表揚活動 活動一開始是由大德嘉正班 帶來精彩的舞蹈表演 來為活動來加溫 緊接著分為三個項目表揚 首先頒發120年度模範父親共12名 民族民族模範父親共7名 以及校替楷模當選共7名 由新城鄉長和立台親自表揚 現場也來了相當多的貴賓 來共同祝福表揚的模範父親 包括立委夫婚旗 立法委員孔文局服務處主任吳秀華 國民黨花蓮縣黨部主委張一華 代表現場許眾前來的花蓮縣 北區服務中心主任吳皇明 現言廚光明 現言迪布希臺 議員鄭寶秀服務處主任徐宗 現言林鄭文服務處主任陳明道 現場下面代表會副主席張美華 下面代表陳柏昌 郭菜寶林志聖 郭文豪 楊玉華 李秋南 李春梅 陳金峰和九個村的村長等等 共同參與盛會並祝福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 現場在和立台恭喜這26名互表揚的相親 並指出父親的角色如家中穩重的靠山 以往的社會 父親總是在外工作 兩家活口和子女相處相當的少 相對沒有母親和子女來的親 卻是付出家庭的支柱 卻是社會的一顆螺絲釘 絕一不可 父親的洗腦 以讓家庭能夠生活 更讓國家能夠運作 這檔要代表新人鄉 兩萬多的鄉親 像今天所參加表揚的各位父親 會向對方來表達 恭喜祝賀 以及尊重之一 為何來公勒各位 為何來公勒各位 為何一個母父親 能夠在一個鄉 在一個村裡面來提拔 提名 接受表示 非常得之不義的一份 非常崇高的一份的容量 我的爸爸85歲往生 生了六個孩子 還沒有接受過父親的這個表揚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珍惜 是一份無比的這個孫容 那我想為什麼 孝敬愷 禮台非常堅持要來拜 因為我在 地方服務三私人這段時間 很多的朋友告訴我 甚至我也親眼目睹了 很多家庭裡面 因為你們的子女 或是身為自己 對自己的父母親 甚至自己的長輩 這樣子的一個尊重 這樣子的一個愛意 無怨無悔 對雙親 對長輩的一個付出 是社會上最值得尊敬的 一個楷模 所以這份的表揚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各位接受這樣的表揚 我剛才剛才提到 是一輩子裡的榮耀 也是教育性的 地方上有教育性非常重要的一個表揚 加上和禮台表示 這次的表揚 來感謝受獎者對家庭 以及社會的付出 並為典範 也藉此祝福所有父親 以及家庭 能夠健康快樂 記者居鴻翼 新車江波島